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老人家坐轿 这是两魂了 走着走着 他又下轿了 下轿说办点事 办什么事是也不到 办完了他又回来了 二番上轿 教父抬着他 这才启程上路 说中交代 胡彦平还亏着刚才去那一趟 要不然的他的命可就没了 那又说怎么回事 往后听您就知道了 开封府发兵 兵分两路 头一路已经先走了 就是官军偷偷地围困了黑牛寨 现在这一路呢 就是取青的人马 取青的人马 都让包大人给训了话了 告诉这些楼楼兵 回到山寨之上 见了陈战敖就说 说这新娘子前到天奇庙去降乡 人家回到娘家来了 得到娘家看一看 娘家要好啊 就把这些个楼楼兵叫到家里吧 大排艳艳 亲朋好友都来祝贺 祝贺完了 降完了向这才返回山寨 不允许这些楼楼兵说错了 那为什么他要是说错了呢 那命就没了 为什么 背后都跟上人呢 谁呀 王朝 马汉 张龙 赵虎 董平雪 把李贵楼清 开封府的勇士 这是跟你说男人的 那么不是还有四名丫鬟吗 杨门女将跟随 扮成了伴娘 谁呀 杨八姐 杨九妹 烧火的丫头 杨排风 金枪玉女 杨金花 木贵英的姑娘 这些人那都是女英雄 杀敌都不带眨巴眼的 你想想这些楼楼兵 他敢胡说八道吗 敢不听命令吗 就要这么着 抬上了胡烟平 赶奔黑牛寨 简短接说 来到黑牛寨呢 到了黑牛寨是什么时间呢 第二天的下午 你看那个黑牛寨到东京便梁 有一段路程 半夜启程第二天下午 才赶到黑牛寨 单表着大寨主 飞天独角 牛眉鼻子牛魔王 早就在这个寨门外等着呢 等得都不耐烦了 心说话该回来了 他怎么就还不回来呢 哈哈 多久呢 我一看他乐了 回来了 再看着陈安小牌 就到了跟前来 斋主爷 大哥 您久等了 你真是笨 你怎么才回来 斋主爷 你哪知道 这个新娘子回东京便梁 人家那是回娘家了 结果呢 他又回娘家 人家娘家人太客气了 讲完了香 把我们接到家里 大盘盛宴 这些大盘盛宴不要紧 消息传出去 亲朋好友都来喝喜 现在人家娘家热闹了半天 直到昨天晚上半夜 这个喜宴才结束 怕你老人家等得着急 所以说我们是炼夜启程 到现在才回来 就这么回事 飞天独角牛一听明白 那么说这个小子一点都没怀疑吗 真就一点都没怀疑 为什么呢 这个陈安是他的心腹哥们 所以这个陈安说话 他丝毫都不怀疑 我说二战路 赶紧上山 好嘞上山 再一看 取亲的人马这才上了高山 上山之后 陈湾让这个陈安领着来的这些人 到后再参加喜宴 让人把这个花轿 直接就抬到了洞房的门前 一看洞房门前的天地桌都摆好了 红杆铺地都铺好了 就等着新娘回来 崇拜天地 崇入洞房了 单表洋洞房过来了 洋洞房现在是伴娘嘛 过来之后就和陈长奥说 我大帅主 我告诉你呀 我们家小姐呀 来的时候 让算挂的给算了一挂 说今天要和你拜堂成亲呢 必须是避三光 什么叫避三光 这个避三光啊 就是避兴月之光 就是阳光月光 再一个就是灯光 这三光不能见 用这什么闹呢 是啊 要是见的三光啊 洞房花朱叶 仙丝古老叶 后死新娘子 那可不行 那可不行 好好三光 咱不见 不见 另外你 算挂的先生说了 我们家小姐 原来不是成过亲吗 这属于二婚 所以呢 不必要在拜天地 直接入洞房 您看行吗 就按你说的吧 于是 接亲婆子来到花轿跟前 一身手巴搭 就把这轿然一条金钩一挂 杨八姐 杨九妹过来 手里把他打的伞 那别说打伞干什么 逼三光啊 其实啊 那就是糊弄人 哎 不想让别人看见错子 你想那个王湘灵多漂亮 那要不漂亮 陈大敖能相忠他吗 胡言平那活脱就是个大活鬼 还是个挫子 他怎么能和王湘灵比呢 那一眼不就看出破绽了 用伞 遮到盖子 他就看不那么真确了 所以 把伞打起来 胡言平一看新的画 哦 给我出去了 再看胡言平 这才从这花轿里边出来 这伞这么一打 两边这么一遮 胡言平往这洞房里边就跑 这多个人 打伞的赶紧跟着她 这东红了 陈大堡一看 新手怎么回事 我怎么看着不对劲 我怎么看着我那新娘子 怎么成个缩子了 是 头上身上 哎 插花戴朵 穿的是婚礼服 可就是这个身形变磋了 这怎么回事 过来过来过来 他把那个接亲婆子招呼过来 队主爷 什么事 我问你 我怎么看到 你这个新娘变错了 队主爷 您这是说哪里话来呀 这个人他怎么能变错了呢 不是 你老人家肯定是高兴 把你的眼睛洗花了 所以您就看见 这新娘子都变错了 其实呢一点都没变 是这么回事 好 好 待会我跟你发洗钱 发红包 说完了这个小子 迈步进洞房 他进洞房一看 洗床上坐的个人 谁 新娘子 要 真让我一看不对 说我看花眼了 我的眼洗花了 我的眼睛会洗花吗 不对 刚才我就发现 这个新娘子变错了 现在一看我的天 那错的还不是一袋半点 哎呀 简直呢 这缺一大块 这怎么回事 难道说 今天有什么 这个不祥之事要发生吗 想着这 这个小子迈步就走向了胡彦平 对 他如果来得跟前啪哒 把这红盖头这么一线 当时就是一场大乱 你看 偏在这个时候 有人来叫 这边 后面亲朋好友都等不及了 等着你去敬喜酒呢 你快去吧 真大恶心的话快也是 我先敬酒去 反正他也跑不了 等我敬完了酒回来 我再看看你 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着他抽身往外走 出离了洞房 到后宅干嘛呢 来敬酒 咱一看这后宅 罗列背叛 酒席百下呀 这喽啰兵们也都参加呀 这个给道喜 那个给喝喜 这个说 这主爷 我得敬你一杯 这是喜酒啊 喜酒不醉人 今天在这敞开喝 陈大爷高兴 是 放心 今天不醉不归 好嘛 谁敬他都干 别人敬完 他得敬别人 得回敬 瞧这么着 敬来敬去 敬去敬来 诸位 这个天可就到黑的时候了 这天一黑 春战恶心的话 行了 我不能再喝了 我得赶紧入洞房啊 我得赶紧入洞房啊 因为 天也不早了 酒喝的也不少了 我该走了 娘子还等着我呢 这么办 明天 咱们接着茶再喝 这个喜酒 咱们还接着茶往下来 好不好 就这么 先行攻堆 先行攻堆 就这么 离开了后寨 才敢奔洞房 等他来到洞房 一看 黑咕隆咚 什么也看不着 咱说了 现在天黑了 那怎么黑咕隆咚呢 你看 前者说了 闭三光啊 不约一许 有光亮 星月之光 外加灯光 这三光要闭 就是为了 不让这个小子看见 真正恶心的话 这是什么玩意 你说 大喜之日 洞房花珠 花珠花珠嘛 这黑咕隆咚 在那花珠上哪去了 这个小子就感到有点憋气 现在话憋气也不行 人家说了 要见了三光 先死我 后死新娘子 那不就完了吗 那就不是喜事 那称丧事 看不见就看不见吧 他瞅了瞅这个窗户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亮 那个月亮 透过窗纸 末末隆隆的 就照到了室内 飞天独角 就照着这个月亮 看了看 新娘子没在床上坐着 已经上了洗床了 这个漫长撂着 成长恶心的话 那个新娘子比我还心急呢 他先上了床了 这漫长都撂下来了 好 他迈步就走进了洗床 来到洗床跟前的江神站稳 他说了话 我说美人 新娘子 我来了 里边没人说话 为什么不说话 胡言平心当话 你这小子这个声音和我差不多 那个胡言平说话是问声问气的 这个小子说话呢 他是漏风洒气 咱说了 他是个兔子嘴 还没鼻子 胡言平心的话 你说话行 我不敢说话 我一说话不露馅吗 胡言平心的话 你就说吧 你说我也不自声 美人 你上了洗床了 上了洗床 那我还没给你接红盖头 那红盖头这么说 是你自己接了呗 胡言平心的话 这个小子的话还不少 洗床你倒是上来 你上来咱俩好动手啊 你不上来这怎么动手啊 等了一会儿 非谗多角牛还没上床 为什么呢 多角牛心的话 我说话 他怎么不回答我 这怎么回事 美人 你咋不自声呢 怎么回事啊 胡言平心的话得 用什么回应呢 我揣你吧 想着这 胡言平就把这个右腿抬起来了 抬起来 往外边就踹就成了 一脚就出去了 这一脚出去 陈战敖他没想到 你想想这洞房花猪啊 新娘子怎么可能拿脚踹的呢 他一看那个漫长 底下伸出一只脚来 他一伸手 他就把这只脚拖住 拖住之后 他看了看 咱说了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亮 虽然没有灯光 接着月光 这个小子仔细端想端想 一般人的这个脚 五个脚之头都分八 他这个不连一块 在那个脚形里边 还有三根半红毛呢 诸位 胡言平飞毛腿有讲究 这三根半红毛 那就是飞毛 飞毛腿从这来 有人说这个飞毛腿是练的 腿肚子上边绑沙子袋 今天绑五斤 明天八斤 后天十五斤 越绑越沉 到后面 把那个沙子袋剪下来 那再跑就像飞一样的 这叫飞毛腿 练出来的 胡言平这个不是 天生的 这陈张熬一看 行动画我的天 这美人 怎么长得这么一只脚 五个脚之头 连一块还不算 这个脚形里边 还长得三根半红毛 这什么美人 这是美人吗 美人有这 有这长相吗 陈张熬行的话不对 想着这 他一身手 就把胡言平那个脚巴都抓住了 哎呀美人 你先往出来吧 往怀里趴这么一带 如位 胡言平踹 他陈张熬没想到 那么陈张熬往外拽 胡言平 胡言平也没想到 把脚踏 把脚踏 把脚踏成橘子半的 胡言平从这个洗床上 掉在床下来 陈战昊 这一看 这才明白 我的天 这哪是新娘子美人啊 这是个活丑鬼啊 你 你 有人 嘿嘿嘿嘿 我老人家肉人 哈 你 你也您还要闯我的洞房 你新娘子 你哪里要 他被新娘子拿了去呢 啊新娘子 新娘子拿了去呢 小子 嘿嘿 告诉你说吧 新娘子在东京变梁呢 我老人家冒充他 要和你拜堂成亲 你看好不好 陈战昊一听脑的瓜子 嗡的一声心说 好你大胆的狂徒 你竟然敢冒充新娘子前来 与我拜堂 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这还了得 新娘子怎么办 怎么办 我先把他弄死 然后 我杀到东京变梁 去找新娘子 想着这 这个小子一伸手 苍凉 从墙上边就把镇宅的宝剑 取下来了 镇宅宝剑上边有剑鞘 抓剑拔 按帮 黄腿 蛤蟆嘴 嘎巴 苍凉一声 他把这宝剑亮出来 照着胡言平 就是一剑 胡言平主委要打仗 他比过年还高兴 一看他剑过来了 一低头 走空了 胡言平一看乐乐 我说新郎官 你也不对 东方花猪你 这是人间四喜 你怎么还动我吧 吵呸 好一个臭鬼 招应 又是几件 胡言平一看新的话 这玩意不行 我手里没家伙事儿 他手里有家伙事儿 时间长了我得吃亏 胡言平新的话得 咱俩别在屋里打了 咱上外面打去 这胡言平想到这 来个旧地十八关 他地上一滚 滚着门口 这一喊声 蹭他出去了 看一看 熬一看 好小的你出去了 上拿破 肉崩瘫 他也冲出来了 绝剑 抓抓抓抓抓 照着胡言平 这就砍上了 胡言平心的话不行 我得把这个小子的剑 给弄费了 要不然的话 我得吃亏 想着这 胡言平身形 一种拔脚一抬 这一脚下来 正好踹着这个小子 这个手外上 这剑可就抓不住了 哼 哼 包剑落地 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 这一交手不由警 陈战敖一看 罢了 光说这个小子这么点大 敢冒充新娘的劲 动胖 哎呀 他的身手太邪乎了 哎呀 要这么看起来 今天我想胜他 那不容易 陈战敖心的话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世界之上 就是卖傻力气不值钱 我何苦喝他这么大 用我的绝招胜 他 那说用什么绝招入位 前者咱说了 这个飞甜独角牛 没鼻子牛猫王陈战 哦 他不有个特征 脑袋上长了两只鸡脚 牛鸡脚 跟那牛一样 要不然叫飞甜独角牛 那我说是 那独角牛 你怎么说两只鸡脚呢 嗯 原来是两只鸡脚 哎 到后来 遇上一位高人 生生地把那只脚 给他掰了去 好想没把他疼死 两只鸡脚就变成一只鸡脚了 哎 就叫独角牛 用个铁钩 就把这个铁鸡脚 钩到这个肉鸡脚上 哎 这就成了独角牛 这个小子根据自己的心理特征 练出一个绝招来 什么绝招 叫牛头碰 又叫牛头壮 要和你打着打着打不过你了 他脑袋这么一滴 呕一声 好嘛 一下就给你穿个血窟窿 这一手邪乎 想着这 独角牛 鸡脚换 我用我的独角上塌 把头一滴 照着胡彦平的前行可就顶来 就是一 鸡脚 咱们说顶上了吗 顶上了 那胡彦平完了吗 没有 那他说怎么回事 周围咱说了 胡彦平上教以后不是下教了吗 说办点事去 办完事又回来了 干什么去 在他的内衣里边 放上了双层的护心镜 所以这个牛鸡脚顶上之后 叫声一声 冒了一溜活星子 把那胡彦平撞下 一个屁股盾 断断了 飞天独角牛一看 哎呀 怎么没把他顶死 还有火星子 这怎么回事 上前来和胡彦平 两个人打着交手仗 打着打着 飞天独角牛心的话得 我还得用绝招 如不能蹦 蹭 他上天了 哎 这个小子另一手就是飞天 飞天独角牛吗 上天了 上天之后蹭蹭蹭 燕子三云纵纵纵起三丈多口 然后把两只腿一拳 屁股带领出来了 往下就蹲 干嘛 要来个蛤蟆大蹲定 把胡彦平蹲死 可是呢 他这一蹲下来 不要紧 胡彦平一看 现在的话 嘿 好小子 给我来这说不好使 再看胡彦平一身手 他就从这个 兜囊里边蹭 拔出来的什么 太阳针 三十多长 中间有个六楞大铁嘎的 他把这个官阳针 往地里一插 半截进土了 那半截在上面露着呢 这个尖 跳着上 插好之后 他来个跨虎的看 嘿 往旁边这么一闪身 飞船 多脚牛可受不住了 噗 一眼屁股就蹲下来了 叫停四六二 好 这个官阳针 正好扎在这个小子 那个屁股蛋子里边 他这个小子 围着个官阳针 可就钻上了 胡彦平一看乐了 嘿嘿嘿嘿 大伙都来看杂技节目 牛腿磨 牛腿磨